手持步槍專注觀看四面八方 加上堅定的眼神 超帥氣 但她可不是男兒身 而是國軍首位特戰女性突擊兵 謝淑貞 在標高3000多公尺的五嶺山區 謝淑貞背著重達15公斤的裝備 與特戰弟兄一起架設吊橋横渡山谷 除了攀登結神 他們還要能夠在冰冷跟稀薄的空氣中 野吹搭帳篷 接受高寒地的嚴苛訓練 對體力耐力都是恆大考驗 在受訓過程中 就是會遇到 就是身體上的問題當然是一定會的 但是在在作戰的時候 通常是不分男女 就是一視同仁 然後受一樣的訓 做一樣的事 謝淑貞在去年九月完成突擊兵的訓練 成為國軍第一個女性突擊兵 近日在高海拔的五嶺營區 接受六週的山涵地特種 作戰獅子班訓練 成為此獅子班第一個女性學員 山涵作戰主上市助教 觀力聯表示 這是她第一次接到女性學員 剛開始很擔心她的體能狀況 但實際觀察後發現 謝淑貞真的令她光目相看 剛開始的時候 我很擔心她的體能狀況 以及她的保暖狀況 但是經過我觀察 多日觀察的時候 發現許多同仁都會協助她 在體能方面 她比男孩子強許多 尤其是她的意志力 還有不服輸的精神 即使身體疲累 但謝淑貞秉持著 想做就做得到的信念 堅持要玩訓 甚至未來還想要挑戰 更高難度的神龍小組 莊社記者旅新惠 南投報導